大家好,我又回來了,我是Mark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你討論的主題就是這個同影片的標題 《組織行銷倍增的魔力》 這邊只會稍微說明一下組織行銷的概念 好,首先我們都知道愛多美基本上它就是在建立系統 基本上它的建立系統就是透過組織行銷的方式在建立 而且是透過組織行銷的方式在分紅 也就是它的分類是透過組織行銷 至於這些分紅的細項你可以去參考我其他同影片的一個說明 包括它獎金制度等等的 好,首先在講組織行銷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下面這個卡通圖 就是這個概念的一個圖 假設今天你住在華盛頓特區好了 你今天想要去加州去旅行度假 然後就是想要好好享受一下放假的一個 跟家人享受放假一個悠閒的時間 首先你會做當然就是先開車 上車我準備要開車 然後從華盛頓特區然後慢慢一路開到加州 那當然做第一個動作就是上車 再來就是在這個路途當中 你就會不停的去加油 一定會去加好油加滿油 再來就是你為了達到快速能夠縮短時間到達加州 這段旅途當中你會做 比如說我換檔 比如說我是開手排車的 那我就換到高速省油檔 然後加快我到達加州的一個時間 那當你到達加州的時候 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你的人生 比如陪家人好好的旅行去好好的度假 那我們就假設今天你到達加州 到達加州的這個地方 就同等於你已經達到了財富自由的狀態 那到達財富自由的狀態你就有更多的時間 相對來講就時間自由嘛 所以你就會有更多的時間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或是說你可以完成你想要的夢想 所以呢我就用這個以下三個簡單的步驟來做一個說明 上車、加油跟換檔 其實它就跟組織行銷、備稱、箱有很大的關聯 所以呢今天假設你想要開車到加州去過一個財富自由 一個度假的人生 那一開始你當然就會上車嘛 所以第一個動作上車其實就是選擇一間好的 合法的網路行銷公司 那這邊要說的就是愛多美這個例子 那基本上就是愛多美 那在台灣的愛多美加入其實大家都知道嘛 在台灣加入就是50塊錢而已 所以上車其實就是這樣子 OK好那再來第二個動作 當你上車要準備要開網到加州當中 這個當中一開始我一定會加滿油 對不對會加油 路途也會加油 所以第二個動作代表就是 體驗與實用產品 也就是說你在網路上開了一間愛多美的虛擬超市 如果你要經營要開始做一個推廣的話 你當然一定自家的產品要體驗與實用嘛 對就好像我開了一間牛肉麵店 但是我自家的牛肉麵都沒有吃過 我怎麼可能再去做一個推廣 所以不可能嘛 對所以基本上就是體驗與實用產品 而且真的覺得愛多美產品還不錯用的時候呢 我再去做一個推廣跟行銷 也就是說所謂的第三個動作 就是所謂的換檔 換到假設換到高速行業檔 加快你到加州時間 也就是所謂的推薦如何開發與行銷 因為光開發可能就有包括緣故跟陌生嘛對不對 像以我當例子的話 我最常做的就是陌生開發 所以第三個動作所謂的換檔 其實重點在於推薦如何開發行銷 而且在於說當你學會了這些所謂的開發跟行銷之後 你要如何去做所謂的複製 讓下面的人再去跟你一樣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呢就是像下面這個表格一樣 我下面舉例一個簡單的表格 就是假設你在愛多美的時候 你找到的是兩個人 這兩個人是願意跟你一起 也是經營者 然後願意跟你一起努力進步的這兩個人 而且這兩個人也願意去做一些所謂的學習 如何去開發 如何去做行銷的一些學習的動作 當你找到這兩個人之後 你把你的技巧交會這兩個人 讓這兩個人再去找兩個人 所以會變成幾個人 所以會變四個人 所以就是像這個圖 第一代就是四個人 因為二乘二嘛 那這個四個人 每一個人再去找兩個人就會變成 第二代就變成第八個人 對不對 所以到第三代會變十六個人 所以呢 我們都知道愛多美就做一個雙軌制 也就是像這個下面這個圖一樣 它把消費者或是經濟者做一個所謂的串點 OK好 集氣就是組織行銷建立系統 OK 那如果今天呢 換成說我找的是三個人 那我找三個人 我讓這三個人去學會如何開發跟行銷 讓這三個人再去找三個人 所以第一代我就變九個人 然後到第三代會變幾個人 會變八十一個人 所以光兩個人跟三個人 其實在第三代就差了六十五個人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假設我換成是下面這個表格 如果一開始我是訓練四個人 如何去做開發 如何去做陌生開發 如何去做行銷等等等 如果去開口不管 今天我把這四個人交會之後 讓這四個人再去找四個人 所以會變成十六個人 到第三代會變兩百五十六個人 所以它跟你找兩個人的情況 就會差了兩百四十個人 所以差異就會產生出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透過組織行銷 然後倍增 然後再去做一個複製跟往下生根的一個循環 包括上車加油跟換倒 尤其是第三個動作換倒 因為第三個動作要包括很多的細節 包括了當你學會了如何去做開發 如何去做行銷推廣的時候 你要如何去找到對的人 然後往下去做複製 讓下面的人學會用他的方式 再往下去做生根跟複製的動作 所以呢第三項雖然說它比較多的一些細節 雖然說它也比較困難 但是呢你會發現你在第三項也會學到很多的東西 因為你從你學會這些所謂的開發跟行銷之路 之後呢你會發現你可以應用在你日常生活當中 包括家庭包括兩性 因為你會學會如何去溝通 然後呢如何站在對方的立場去為對方著想 去解決對方的問題 所以呢基本上今天這個主題呢 就是針對經營者而言 不包括消費者 所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很重要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那我們之後就下支影片再見吧 掰掰